大S和汪小菲去年底离婚 随后大S也与居君业再婚 结果近期汪小菲却不断失控 扯出了大S不断讨要赡养费 还晒出相关明细 光电费就快近10万 同时跟暗指居君业和大S 根本不是离婚后才有联系 而现在韩国媒体也报道相关新闻 提到汪小菲及汪小菲的妈妈 针对房子信用卡问题跟大S争吵 以及指控大S吸毒 婚前与居君业联系等 而在新闻中也帮居君业报屈 博持王小菲指控 不过该则新闻中第一张照片 却是之前居君业与小S的合照 让台湾网友一笑称严格怀疑 发文记者不知道照片里面的是小S 网友也直言都是亚洲人会认错 太夸张了 他们姐妹明明长得不一样啊 小S黑人问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